我们这个片段接前面有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说工资倍增计划在中国有没有实现 我仔细想一下 说不定这个事情可能已经在一个小阶层 一个小范围里已经完成了一次 完成了一轮 可能我们要说的是第二轮 或者说另一个阶层的工资倍增 或者说我未来可能会往这个趋势上走 我们先说前最近这段时间 现在有两个热点事件 一个是有一个卡车司机被罚了2000块钱 然后他幅度自杀了 对吧 卡车司机是很累的 那么我在外面走的时候 经常有在服务区休息 甚至在服务区睡觉 到下半夜的时候 卡车是很多的 在高速公路上 全国都是 跑的地方都是卡车 到凌晨之后都是 小车在里面走是很危险 所以对他们印象其实很深 然后他们的辛苦钱 其实相对于社会的收入来讲 他们是变成了一个弱势群体 但其实在以前 我们司机职业是很值钱的 比如90年代 你能在北京上海坐第一次司机 那是叫什么呢 厉害 你算是一门手艺 而且算是一门关系 还是不错的阶层 甚至在五年前 五年以前滴滴大规模跑之前 都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但现在不行了 就很多职业 他实际上是衰败 当然我们这个说了 有点插开了 就是我们想往一个主轴上 方向上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社会的话 也应该不断的 给最勤劳的一部分人 非常高的回报 因为卡车这个职业的话 30年前是那么辛苦 今天还是这么辛苦 但30年前 它是一份非常优渥的工作 各种司机都是很优渥 但现在 不管是所有形式跑车了 你总是一个 给人感觉就是这个工资 不尽如人意 太低贱了 相比投入的话 这个不值钱 这里是一个问题 往另一个方向上 我们还有一个新闻是说什么呢 就是高速公路罚款罚的很多 这个我也深有体会 我大概 我这两年被扣了三十几分 然后被罚款 估计有罚两三千 三四千块钱 钱我就没有记 但分印象更深一点 为什么罚这么多 不是我不守规矩 其实这个车 有很多时候 都不是我自己在开 就是说总的这么多 很多同事召进来 他们都是新手 新手就开 我就把我的生命 放后交给他了 那么就罚的很多 确实其实是冤枉 比如有一次我在江西九江 在跟同事一起在路边停车 那个位置 两边都是 其实已经有人在停了 但是我们非常小心 我们说还是不要停的路边 可能会被贴单 也不合规矩 我们就找了一个 有凹进去弯进去的一个地方 像一个公园一样 有个弯进去 那里弯进去 看上去就有几个车停在那里 那个地方感觉就像个停车场 我们有拍摄任务 我们就把车往那一停 当然也是停了 不影响别人车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绕了一圈回来之后 发现被贴单了 贴单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说好就交罚单 找来找去 他不允许在网上交 你只能在线下 你只能在九江市里面交 你只能在里面交 然后我那个同事 我就派他去办 他绕了一大圈 一圈又一圈找 最后说没找着 那最后怎么办呢 第二天又继续去找 这个交费的地方 然后才把这个钱给交了 之后我就想 这问题不对啊 你要说如果说是这个上报的话 应该是全国联网才对的 是不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现在看来 很多这种扣费交费的地方 其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问题可能还不小 就是这种 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车道明明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要靠右下的 他就一直不给你提示 一直不给你提示 甚至我觉得 你像国内的一些地图软件 我就不说了 那两个地图软件 最大的那两家 对不对 那么他是不是说 这个有问题 故意有些地方 他就不提示 为什么 我还是说江西 我进了之后 他就莫名其妙让我下高速 下了高速 让我走一个九江长江大桥 走完之后又让我上高速 然后那个长江大桥 就让我交个10块钱 还是15块钱的这个过桥费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似乎我往高速可以直接走 不是也行吗 我就有时候会有这种疑惑 有这种疑问 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 也不完全九江具有问题 但是我就是说一直以来 我就心中存这样的疑惑 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 这个事情就罚款 有一些县程 一个摄像头 就是说相当于这个县程 开支的 能达到一定的百分比 这个是很可怕 也能达到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这种水平 他就是故意利用了这个位置 容易出现疏忽 他偏偏在这里设一个摄像头 就是让你罚款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方面 就是中下层的收入往往不容易提高 工作过于辛苦 而且罚款 税付各方面有时候偏高了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说 从另一个方向上讲 有时候中下层 确实不太擅长打理财富 有钱就消费了 这个我们看中国社会 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 美国这边这次放钱出来 应该会更加明显 黑人更加明显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算是在所有民族里面 起码是优等生 不能算是最好 但是起码是最好之一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认为说 中下层的话 打理财富还是说 就是什么爱消费的 所以钱一放出来 其实是容易出现通胀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你让中下层收入太高 税付不足的话 这个社会就会生产力不够 这是肯定的 就比如说很多人 就是如果你给他六千块钱 就是我之前在深圳上 有一个朋友跟我提过 他说深圳明明工资可以涨到八千 扫地的阿姨都能拿八千 因为深圳财政有这个能力 有这么多华为腾讯 有这么多这个土地可以卖 对不对 其实我想如果说涨到八千 就深圳本身来说 可能有的人 他到五千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我不需要劳动八千的水平 因为我有五千块钱就够花了 那么我剩下时间可以多买点酒 跟朋友聊聊天 喝喝酒 然后我工作量就减小 那么实际上的话 他这个产出就变少 你就是要他不够吃那么一点点 他才会去劳动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这种情况 这可能有时候也是一个现实情况 这就跟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是相反的 是相悖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找一个核心点 找一个黄金分割点 我们找黄金分割点 就是懒的人 你就不能给他那么多回报 但勤奋的人 你应该多给他一些回报 这是很简单 找到一个黄金分割的 适当的惩罚 懒惰的人 勤劳的人应该多给他一些奖赏 这里的话就我们说了分配制度 实际上在我们中国这边 确实是应该要慢慢的往这个方向上走 就是往工资倍增计划 这里的话我们借鉴一下 其实日本跟韩国以前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日本二战战败之后 美国其实有协助他重建 然后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 那么他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计划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在做工资倍增计划 1960年的时候 日本田野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发展 然后就用了经济学家夏春野的建议 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然后通过七年的时间 日本提前完成了这个工资放一倍的目标 放一整倍的目标 然后呢 这个1968年 日本就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那这是日本的情况 那现在的话我们说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工资倍增计划 是由于通胀的这个原因是吧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中国工资的水平是怎么样呢 我也跟大家还是我们聊 这个大家要有耐心 那么我了解的就是现在这种比如说上海这边 那么扫地阿姨的工资啊 是2000到4000来块钱 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你是带一点 你本身有退休工资的 或者说有什么 就有一些条件之下 我也不是那么了解 就有一些条件之下 他只给你2000多 工资不高 但是有一些环境好像可以拿到3000多4000块钱 就是扫地的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中西部走 你比如说像武汉 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大概2000到3000块钱 就是扫地或者说洗网 大概洗网可能辛苦点 还更高一点3000多块钱 然后再继续走 比如说像到中西部 像重庆啊 像比如我了解像神冬架地区 这是一个景区 那么到里面的话 年轻人的工资大概是两三千三四千 那么扫地阿姨 洗做饭也大概是三千多四千 其实跟上海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再往里面走 到拉萨 拉萨的话 我了解了 比如说我在拉萨的小飞扬 问他们服务员 他们是赞助 然后我就问他们也是三四千 大概也是工资收入水平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 最近这两年的话 我了解国内基本上中低收入的都是两千到四千块钱 这肯定是有的 相比10年前20年前 中国中西部很多是没有工作的 或者这工作的话 他工资就不稳定 他都不能算是长工 是算短工 或者说他按日新发 就你今天工作 我今天给你发一天工资 你工作一个星期 我给你发一个星期工作 但现在很多是暗月节 这表明工作更稳定 然后工资待遇更高 而且这种暗月发的往往有一些福利 这一句话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中国在一部分地区 在一部分阶层 实际上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们工资已经实现了倍增计划 就我了解可能很多少数民族 包括中西部很多 就是我们说这个县城 甚至更贫困一点的地方 他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工资倍增 甚至可能还不止方一倍 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说 现在我们去讨论这个工资倍增 为什么很多朋友都觉得说 这不现实 这个难度很大 那我想这里可能是因为 就留言的朋友 关注了这些问题的朋友 可能是在劳动力市场的 这个中流砥柱 在中间的这个地带 就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比较弱势的就业人群 实际上他们这个收入是提高了 方倍的 甚至方倍还不止 这在老少边穷的地方 这个国家的政策扶持 各方面 这个先富带动后富 是吧 那但是的话我们在就业市场的主体部分 比如说大学毕业生 比如说高中毕业生 比如说从25岁到45岁的 这一段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人群 这是很愿意劳动 而且劳动意愿强 而且劳动的这个能力也强 这么一群人的话 是生产力最强的 那么他们在一个非常充分的竞争的市场里面 他们如果说要工资方倍的话 那难度会比其他的这个 刚才说的这种中下层 或者说底层的难度要大很多 因为这要整个中国的这个 收入水平提高 而且提高的很快 而且整个收入分配 分配机制就有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可能变化 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一个层 可能算是什么呢 确实是先富 有带动后富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东南沿海 这个缺劳工是不是 你中西部的话你出来打工 你随随便便一对付 七一年涨个五万块钱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乱花的话 涨个三五万块钱 那这个比种田 比以前的这种种田收入 那可高多了 对吧 但是的话 我们说中间的这个 就是要有新动力 这就回到我们 回到我们大的方向 问题上来讨论 就是在什么环境下面 中国有机会实现工资倍增 那在一个劳动力充分竞争的市场 要想提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事情 去完成它 这个极异的人口 最中间的这个劳动力市场 最这个充分的 这个竞争最充分的地方去提高 那么肯定要有国内国外的环境 一起配合 首先国内我们说 这个现在收入 有没有这个条件呢 我觉得可能算基本符合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水平 应该说达到日本六七十年代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到它那个发育程度 而且我们的国际空间 比当时的日本国际空间 还是要大很多的 对吧 这个日本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核武器 路长 什么这些东西 也甚至说自己的领空 都成问题 但是的话 中国就还有很强大的战略众生 国土面积 这些人口各方面 这种优势 所以说应该说是具备这样的条件 然后我们看这个国内的财富 就是现在这几年还是在快速的积累 但是的话 就是它快速的向高处集中了 就像资本家的手里 手中去集中了 往企业家手上去走 如果说往下面分摊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 内部环境跟内部条件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 我们说了 实际上就现在这两年来说 就房价上涨之后 包括物价上涨 这种情况 我们工资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很绝望 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工资水平 其实很长没有提高了 很长时间没有提高 所以他就觉得 这肯定不可能 涨工资好多年没有听过了 除非你跳槽 你不跳槽 你在原来的岗位上 你每天干一样的活 凭什么资本家 凭什么社会给你更多的回报 对不对 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这几年已经有打击劳动的积极性 所以要想提高 特别是很多 我们说90后 00后很多人工作 已经变得很佛系 现在有人这么说法 因为他觉得在努力 也不说阶级跃升 不说买个大房子什么的 就连下个月的工资多一点 可能都成难的事情 就是努力跟不努力 好像差别不大 努力了也很绝望 也不会得到很多工资 当然我们说 从国际上来讲的话 你要打破很多天花板 从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来说 也要打破很多天花板才有可能 但是从实实在在的 现金的角度来说 相比房价来说 他就觉得很绝望 所以说实际上 这几年的收入分配方式 实际上是打压了 年轻人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这一点的话 就必须说 不管是罚款税金 还是说收入这些方面 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 一定说什么 只要打击了生产 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这一定是需要调整 所以我觉得从国内来讲的话 这个应该是要调整 因为相比房价来说 现在确实工资水平太低了 就是中间最主力的部分 这是国内的 国际环境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说 我们知道你工资增加了 一定会拉高通战 这是必然的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最广大的 四五亿最核心的这种劳动力人群 所有的白领 所有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体系 包括说所有受过出高中教育 然后现在年龄落在25岁到45岁之间的 全部工资说涨50% 那大家都乐呵呵都去买东西了 这个物价总服务就这么多 当然就是东西肯定是多 这个不会那个会涨价 对不对 总是会提高的水平 但这里话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涨 物价先涨了 那怎么办 你会进一步打击中产阶级的工作性 工作的积极性 就刚刚我说最主要的这部分工作的人群 如果你我们先不涨 就现在这种情况 然后为了维护住国际竞争力 这些所有我们都不懂 但是你能保证其他的都不涨 今天是今天几号 今天5月8号 5月6号 今天煤烫的价格暂停 正煤的价格 动力煤暂停 动力煤是拿来烧的 烧完之后发电 对吧 发电有光出来 每个人都要用电 对不对 你不能用爱发电 你不能用爱发电 那你只能自己发了 花钱发了 这个煤烫再涨 对不对 涨停啊各位 你知道涨停是什么意思吗 就涨了不能再涨 然后还有我们说 国际粮价 中国停牌了5天 那么国际粮价也在 美国的玉米价格不断的在刷新新高 那你说我们收入不涨 那你说怎么办 因为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美国这种发钱 确实目前的话 中国没有这个发育水平 这个工资 他是6万美元 中国1万美元 对吧 你说你怎么跟别人比 发工资发不起 他可以养一部分懒人 中国的话可能很难去养这个懒人 是吧 但是的话我们不养懒人的话 也不能去打击他的工作积极性 对不对 如果我们全面发钱的话 肯定很多中国人 我不干活了 是吧 本来的话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 挣2000块钱 就是为了喝一口酒 买两包烟抽 现在一个月发了1000块钱 我还不用通勤去坐公交车 不用轮机往来 什么东西都断了 我自己买瓶酒回家 好烟好酒抽着 喝着 对不对 1000块钱也够 这样的话就打击的工资 但是的话 我给你涨20%的工资 是不是 我也不是说直接给你发钱 我给你涨20%工资 你工作还是不工作 想想还是留着工作 对吧 20%我说不定可以多抽两口 一个月可以多请朋友出来吃上饭 找个朋友一起来喝一杯 这样的话 我觉得的话就是什么 以中国的这种方式 像美国社会一样 就是给很多的中产 以提高生活品质 或者不能讲提高生活品质 就是把分配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这么说的意思是说 如果国际形势逼迫之下 你高通站起来了 你不蒸发工资 你怎么让这么多广大的劳工阶层 他努力的工作 他没有工作动力了 那我们接着推演 往这个方向上走 那如果说我们 他的工资涨了 是吧 我们所有比如说四五亿的 最中流砥柱的 我们工薪阶层 工资都涨了 那么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要涨价 对不对 你所有人的员工成本 现在美国是基本上百分之三五十 那这个中国的话也基本上在三十左右了 这个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每个企业不一样 也算是比例不断的提高 如果你工资涨个百分之三五十的话 他的人工成本大幅攀升 对吧 你最终产品就会涨价 那这个时候国际有上还能够会继续购买中国的商品吗 这就要看中国的工业能力了 这就看中国 我觉得的话 中国的商品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还是可以 这国际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地位的 而且这个很多 其实确实最低端的 实际上美国不施压 这个中国不涨价 实际上最后也会自动自发的牵向东南亚国家 牵向南亚国家 这是跑不掉的 这是肯定的事情 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要 外部的压力跟内部的压力来的时候 可能会痛苦一点 但如果自动自发似乎顺畅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哪有算得那么准的事情 总是会有一些突发的因素 导致这个要素出现流动 所以我觉得从涨价的结果上来讲 这个世界也可以承受中国的工资 我们不说倍增 涨30% 涨50% 也是有机会去完成的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从一开始说了这两个故事 我们就提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劳动力最庞大的中流砥柱阶层 你不能给他太低的回报 否则会影响他的工作效率 你也不能给他太高的税负 太低的回报 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效率 对吧 然后你其实也不能只发钱 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社会 还不是很有钱的情况下 你如果只发货币 直接钞票印出来 可能确实他就不工作了 中国的社会总产出 总服务质量数量都会出现下降 这肯定是不符合现在这种现实情况 但是如果说我们又要对接国际的不断涨价的这种压力 然后国内的劳动意愿出现可能潜在出现的下降的情况 那不如说直接就接受这个涨价 接受原材料的涨价 因为你输入型通胀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 输入型通胀国内加息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你只能说承受这个通胀 然后我把工资提升 最后我把通胀再输出出来 美国欧洲你们商品你们买不买 对不对 你们多少要买一点 对不对 然后我再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什么 慢慢的消化这些所有的风险 而且从国内的收入情况 包括国内收入情况来说 应该说也慢慢具备这样 涨20%到50%这样的工资的条件 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直接发钱 好我们这个片段就延伸到这里 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几句话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社会 美是一直在算计的 包括资本他也是很算计 我们说资本并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我们社会的一个效率的一个代名词之一 社会效率要不断提高 他实际上就在算计你每个人 你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你既会非常努力的工作 又能相对节约的去消耗社会资源 这个是最有效率的事情 那么他就会往这方面去逼迫你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要发财要挣钱 只能说是自己的效率不断的提高 只有这个样子社会才会给更多高的回报 否则他就会不断降低你 不断降低给你的回报 你工作少一分 他给你的回报减两分 但是你反过来 你工作你加两分加四分的时候 社会给你的回报也是加八分加十六分 因为他实际上你总产出大太多了 大太多他都来不及给你回报有时候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本的算计 或者我们说这个效率的算计 这个我跟大家共勉之 就在这个问题上 好 这个工资倍增这个东西也不好说 我们说只是说聊到了这个通胀问题 我们说多聊一段 这个我很多的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们这个片段到这里 我们对这些通胀问题 等到hail 感觉 感谢观看